快手的前景你又怎样看呢 朱长 快手亦都是在不同的channel里面 是公开颇为反对的股票 你是不喜欢它的经营还是不喜欢它的行业呢 其实整体的行业本身来说 是要做到获利相对比较困难 如果是真的曾经做到获利相对比较丰厚 都是得未上市的自治挑动 就是抖音 抖音是OK的 但是我们就是说在快手那里作为市场的行业的第二 但是因为上市有整堆公开的资料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商业模式 仍然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情况去进行 最主要我们就是说 第一在收入里面的增长 你见到其实已经不是说是一些追求高成长公司 有福息四五十个%这样倒上去 比如我们在美国有些公司的 虽然股价是跌了八九成 但是它声称的长远的计划 比如一些2025年的详细的计划 其实那个CEO其实我觉得它都要面子的 就是你出来如果像snap那样 当然snap就不要面子 这个OK 但是不是美国家公司都不要面子的 那你出来说得说 forecast到2025年这么长的时间 你的福息的增长都可以增长四五十个%的 这个其实也都 它无一定的贫值都不够胆出来 去开口说白话 还有就是说其实美国比较成熟市场 它明知道你出来说一句就是维护不到那间公司的股价 所以他出来这么说肯定不会说想 博我说一句你的股价打配让我走 香港可能没有介绍 香港的资本市场就可能有些CEO会这样想的 美国就没有人会这样想的 因为它明知道这样是不行的 OK 好了 但是问题我们看到快手 其实它的增长相对来说是比较放慢 或者基数都开始比较大 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增长是相对比较放慢的 但是盈利仍然是 亏损数的幅度都是一样 甚至是加大 那它形成了 其实我不知道你哪一年你才是由虚转盈 或者cash flow那个 譬如说是 不要说是自由现金流 只是说是那个 是所谓operating cash flow 是回到比较正常一点的 那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搞定 那我最后提示大家一件事就是 市场是对于 关于以下这一句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获利 这一句是所谓悲观或者乐观的看法 其实是很五时花六时变的 就是当市场是很亢奋 或者说是很乐观的时候 你可以拖到告诉我 就算你在2020年 当我当时是大牛市 幻想 你跟我说到2024年才break even 没有问题的 他说四年就是四年 对了 创业是这样的 我会比心里支持你的 支持什么 股价升你就支持 但是当去到熊市的时候 他就可能甚至是恶劣到极端化 就是说 去到2024年 你下两季 究竟能不能生存到 我都不知道 所以就变了 是会由一个很宽松的态度 是变了一个很严苛的态度 现在无论是美国 特别是美国那边 这一种是对于盈利不到的企业 的严苛态度 已经是十分之恶化 明显的了 香港这一边 其实都慢慢地是恶化了 所以变了就是 在2024这个股票 我觉得暂时的盈利 亏损都是扩大 其实我前几个觉得 并不是十分去看好 最后也补充一句 2024虽然我这么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股份 是很多省会喜欢炒的 我发觉 可能 但是我觉得 其实很多省会喜欢炒 其实就跟Fundemantle无关 純粹我觉得 那个世界观 純粹觉得 这一家是一家比较知名 或者他不懂你 还是你懂他的公司 至少有些人看过他的片 你幻想你懂他 然后他的波幅相对比较大 就觉得跌到尽量可以炒波幅 一下子一声 就可以有10元 很hyper 就变成了一个短炒的行为 其实这个世界 没有所谓的 你短炒 我不管你是黑猫还是白猫 你赢钱就是好猫 但是如果你真的炒得这么厉害 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说 原来又是那种态度 这个表面的短炒 买了赢了两三元 或者六元就好了 输了就是说 你先等一下 平台没死的 你看 那家公司死了什么 他还在播片 随时一边播片 一边10元 10元这样跌 你到时又不知怎么办 所以就要 厘清你自己所谓的短炒 是不是这么有 纪律性的 守规则的短炒呢 嗯 是啊 那么好吧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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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